出发消息 在中国当地时间8月26日晚 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反映 在爱奇艺网站上无法搜索赵薇名字 此外赵薇主缘的 《关注哥哥》等多部影视区 在谈信视频网站上所显示的主缘名单中 赵薇已被除名 在微博上赵薇的相关操话也被取消了 综合以上情况 网友认为赵薇已经被列为 聂纪艺人了 或当局开始对赵薇下重手 至于中国当局 为何这样做 在中国当地时间8月27日 凌产2点左右 罗格中国网友披露到 吴亦凡在其相关案件中 供出了47个人 赵薇的事情在47个人里面 算作最小的 应该是被打出来党事而已 同时附上了聊天截图 另外赵薇在20年前 申批日本旧金庄 登上时尚杂志 在现今中国和日本关系紧张 和中国当地民族情细高涨之下 赵薇正是好事好把子 还有得体的赵薇以浙江的地下省委书记 马银和马银的阿里巴巴关系所致 在2017年 赵薇成大陆的入国 马银的阿里营业 一度成为其的第五大股东 在私下里 马银和赵薇关系颇深 然而在2020年 马银在上海的论坛上 炮转中国的洛鹤金融监管 再加上中国当地时间8月21日 中国当地抓捕了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 同时顺手梳理浙江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即使阿里巴巴是浙江的最大财神业 同时浙江的各界官员也是以阿里巴巴集团为首的企业利益的保护伞 而现如今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认为 以阿里巴巴集团为首的强大企业 已经威胁到其继续执政的基础 同时浙江经济前是中国的钱袋子 以前且不在自己手中 因此通过强硬手段 下重手是大事所去 而赵薇又是阿里巴巴集团利益较中的一环 因此赵薇未来的局局可想而知